说起唐伯虎 大多数人脑子里肯定会出现 江南四大才子 七切成群点秋枪之类的标签 毕竟影视剧里向大家展现的唐伯虎 就是这么一个潇洒的花花公子形象 但是 历史上的唐伯虎可没有荧幕上这么舒坦 相反 他的一生甚至可以用倒霉来形容 唐伯虎祖上还是相当阔的 他的祖先唐俭 曾经跟着唐太宗打天下 是著名的林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被封为举国公 地位相当显赫 只是随着改朝换代时间推移 到明朝唐伯虎出生时 家境已经比较普通了 他的父母只是苏州的普通商人 经营一个小饭馆 好在生意还不错 生活算得上是小康水平 唐伯虎是个天才 从小就擅长画画 读书写文章更是非常优秀 他在15岁时 就以当地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秀才 算是少年得志了 但悲剧总是跟着喜剧来 在唐伯虎二十五六岁时 他父母原配妻子 妹妹就相继去世了 家里就只剩下一个弟弟 唐伯虎身险悲痛 年纪轻轻就长出了白发 好在有朋友住之山的劝慰 他振作了起来 29岁时在应天府乡市 中了戒园 也就是第一名 成为举人 比起50多岁重举就乐疯了的范进 唐伯虎的科举之路 那是相当顺利 不过命运这时候 又和唐伯虎开了个玩笑 在相知过后 唐伯虎就准备北上 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 而和他同行的考生里 有一个名叫徐晶的富家子弟 插句题外话 这人也就是明朝著名探险家 地理学家徐夏克的祖先 这个徐晶很崇拜唐伯虎 又舍得花钱结交 很快就和唐伯虎混成了好朋友 他俩到了京城后 多次败回了当时的文坛大拿 程敏正 向他请教了一些问题 并讨要了一些文章 据说徐晶私下还送了些贤财礼物 这事本来好像也不是啥大问题 但关键是 这个程敏正随后就被任命为 会试主考官 从旁人角度来看 考试之前考生多次私会考官 而且还有精切文章往来 不管里面到底有没有猫腻 这都犯了大忌 许多人都对这事议论纷纷 认为唐伯虎和徐晶贿赂考官作弊 果然 在会试结束放榜之前 程敏正就被人 以泄露尸体的罪名弹劾了 唐伯虎和徐晶也被抓进了监狱 不过程敏正据理力争 当唐自便清白 而实际上也没有什么铁证 能证明他真的受贿泄了 所以最后他也没有因此被定罪 只是被命令退休 而唐伯虎也被放了出来 但因为案子影响很大 他的科举之路也就走到头了 被贬到县衙当个小利 不过唐伯虎觉得 这是是人生的一大耻辱 不去上阵自己回家了 而科长舞弊案后 仕途无望的唐伯虎 又和当时续曲的妻子经常闹矛盾 于是把他修掉 自己则逐渐沉迷在喝酒和游玩之中 唐伯虎在各地远游 以示作画 留下了许多作品 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 其中就包括一位皇室宗亲 宁王朱晨豪 唐伯虎45岁那一年 被宁王邀请到了他的地盘 豫章 还被各种厚礼优待 表面上看 唐伯虎这是和一位重量级粉丝 在开见面会 而且跟着这位大粉丝 也许能有见功立业的机会 但实际上 他只是又掉进了一个大坑里了 原来 这个宁王并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放着好好的王爷不做 居然招母思兵 准备搞事情造反 把唐伯虎请过来 其实也是在拉拢人才 而唐伯虎待的时间一长 也觉察到了宁王的阴谋 可他只不过是来 吟诗作画 过过快活日子的 有机会的话 甚至还可以为国家利点功劳 哪想过会这么倒霉 居然卷进 谋反这种掉脑袋的势力 但是现在都到了 人家的地盘上了 想走也没那么容易 最后 唐伯虎选择了一种 比较极端的脱身手段 那就是装疯卖傻 经常把酒撒自己一身 有时候甚至当众脱裤子 这兆宁王忍不了了 赶紧把他遣送回家 果然 几年后 宁王真的起兵造反 但在短短一个多月后 就被评判了 兵败被扶 最后被处死 而唐伯虎 因为提前机制脱身 逃过一死 不过唐伯虎 毕竟是真的参加过宁王集团 明节声誉上 有了抹不掉的污点 所以完全断了 最后一点 实现报复的念想 郁郁不得志的心情 只能彻底沉迷于 诗酒书画中来削解 生活上也是靠着卖画来维持 这样的日子 一直持续到他 54岁去世 唐伯虎生平最聪明的风流 其实主要是指他 才华初众 诗话水平高 并不是只有低俗的那个义子 他一辈子娶过三人妻子 第一任在生孩子时 不幸去世 第二任跟他不合被休掉 第三任为他生了一个女儿 但也是早逝 之后唐伯虎就没有再娶了 因此唐伯虎的情感方面 其实也是比较落寞坎坷的 所谓的七界成群点秋香之类的故事 也很可能只是后世加工出来的 所以总的来说 真实的唐伯虎并没有那么快活 而是一个不幸多余好运 带有悲情色彩的人物